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弄索化 用的是冷脆 对 按活动也相说用收成或者用冷脆去 但是这一杯一会儿你可以唱一下 就是虽然它是有弄索做的 但是它出来会非常感激 用了油海味瓜植 一个流印的魔力铝叉 它是一种工艺 魔力划要银纸跟铝叉银纸 就是它会一层两层 一尺两尺这样 就是啥 这个是烫 就是会夹一些烫去拼后煮 然后上层做了一个 自己做了一个柚子的泡沫 那边现在时间是9点到晚上8点 8点几个卖的吗 8点几个卖的吗 8点几个卖的 比上海做的好喝 没有喝 是 是 你也是贺南人 你是贺南人 我是贺南人 贺南人 我是郑州人 郑州人 他就是Percent的郑州人 您是学啥专业 你看我想学啥专业 你能踩住 您要是希望喝咖啡的话 那应该是盈狱吧 我是绝要 尿 是不是盈狱专业 是盈狱专 固的固的固的 很多事 这赏链是啥 一个想操在用 前面有一个微薯 薛丽粉发药 喝那个胡辣薛丽粉 能复应的 好 你看上面也做 那不是我看着 一过来我也跟男孩 我看着 他上那个男孩的辣椒 是啊 我经常去辣椒 是害怕 整周还处于辣麻表辈了 你用结论 就是不关他回归做咖啡 他大前堆太惹了 他要做了稍微好点 他堆个爽动 做了不好堆个节奈子 他太优 好多点节奈子 用节奈子做了 不会做 我看那溜哗出来了 他喘起扬了 你怎么讨他哪个份上 他有啥重要 去上海开店一定是亏钱了 在郑州这几天跑了几家店 见了一些朋友 叙了叙旧 我不知道你们看河南画版的视频 感觉怎么样 对于我来说还挺特别的 自从去上海工作了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再说过河南话 也只有在每次回老家 或者是每次跟爸妈打电话的 那么一小段时间 才有机会说那么几句老家话 回到老家 听到爸妈嘴里说出来的那种地道 那自己小时候经常听到的那种老家话的时候 那我才突然意识到 只有当我在说老家话的时候 恰好就是能够和家人和老朋友们 有相处机会的时候 所以现在每当拿起电话 和家人说起家乡话的时候 是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和家人相处的时候 在外地工作的我们每年回老家 爸妈的模样都一年一年的变老 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 在自己的记忆里也渐渐的变得越来越魔 但或许他们讲话的声音 在我们的脑海里可能永远都挥之不去 这啥会儿啊 你也不知道 又到了告别老家的时候 我告别老爸老妈养的花花草草 花鸟鱼虫 告别了上学时候经常夏天乘凉的葡萄藤 告别了每次离开时父母的不舍的眼神 也希望在外工作的大家 你们在外奔波的同时 也要多抽点时间和老爸老妈 说说老家话